你懂得为自己的祝福找到一个出口吗 欢迎收看维他命师 施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 我一直把这个比喻放在我的心里面 这个比喻是说什么呢 它说以色列附近有两个很有名的一个水域 一个叫死海 还有一个叫加利利海 死海它里面盐分堆积非常的多 而且它其实跟其他的水域 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个交流 所以其实死海到后来 它的一个盐分就不断的堆积 以至于它没有办法养活什么样的生物 任何生物到那个一滩石水里面 而且很多的一个盐分堆积的水里面 它根本活不下来 所以死海就成为了死海 加利利海呢 加利利海不同 加利利海它是活的 它跟其他水域有一些互动 有很棒的一些流通 所以其实加利利海里面生生不息 它可以养活很多鱼类 而且可以让很多的一些产业 像一些打鱼的人 能够在加利利海附近生存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活的海域 关键就在于一个水域是死水一滩 它没有任何的流动 另外一个水域它是活络的 它有一些流动 可以跟其他水域有一些互通 所以相对而言 它可以养活很多人 可以让生命滋长 我们的生命 像是一滩死水的死海 还是像是一个有流通的加利利海 每一个人人生当中 有不同的一些恩赐 有不同的一些福气 我们懂不懂得 跟其他人有一些流通 有一些交流 把自己的福气 把自己的祝福 找一个出口也流出去 当我们的生命是活的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让我们自己的人生 更加的生生不息 有些时候我们很可惜 我们有一些恩赐 我们有一些才干 但是我们只愿意 把我们的恩赐跟才干 用在某一些很小的小圈圈里面 我们不愿意用我们的恩赐跟才干 去造福更多的人 去回馈这个社会 无形当中在别人眼中 我们就好像是死海一样 跟外界缺乏互动 缺乏一些沟通的时候 相对而言 好像就没有办法 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力 能够传出去 可是有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恩赐 分享出去的时候 大家能够受到我们恩赐 的一个益处的时候 相对而言 我们自己也活络起来 也有很多人 他们自己有一些看见 有一些还不错的一些视野 或是有一些很棒的经验 可是不太愿意 把这样的一个视野跟经验 分享给别人 为什么 因为怕被人家给学走了 怕别人忽然也好起来了 这种心态也容易让自己的生命 好像变得像死海一样 没有跟人家有一些互动跟流通 慢慢地能够带出的一个生命力 也就会降低 帮助我们 当我们自己有一些能力 有一些益处 或是有一些福气的时候 也懂得分享给别人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得起来 亲爱的朋友 每一个人人生当中 都有不同的恩赐 不同的福气 不同的一个益处 让我们把这些福气跟益处 彼此互相地分享 这样的我们的人生 会过得更有意义 施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天天都给力